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14日 曼城望双杀马体会 周四凌晨 欧关联半准决赛次回合再战两场 其中马体会回失主场对阵曼城 马体会实力不如前几季强劲 首回合对阵曼城更是全场挨打 全场一次射门都没有 由此可见 失意即使回到主场作战 马体会亦无力争胜 自从施蒙尼上任马体会主帅以来 他打造了一支以防守强悍著称的球队 他们常年联赛军场是球在一球以下 不过到了经济 马体会的防守稳健度下滑明显 联赛进入到了尾声 他们目前军场是1.23球 史提芬 沙玉和菲拉比 蒙迪路等人领衔的防线需要为此负上责任 再者 马体会一向都不是进攻战术多变的球队 他们进攻能力算不上出众 多数以球员自身能力解决问题 一旦进攻球员发挥不佳 马体会想赢球都难 安托恩 基斯文和祖奥 菲利斯经济状态麻麻 锐利度不足 而洛尔斯 苏亚雷斯已经35岁 想要这名乌拉圭球星长期保持高效的 竞技状态显然不现实 由此可见 马体会攻防都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再者 马体会经界欧关联至今 他们都没有踢出过有说服力的比赛 小组赛6场 直路得2胜1和3负 积7分是8个小组最低分的小组第二 到了16强面对逐年走低的曼联 马体会只是以两回合总比分2比1淘汰对手 马体会可以说跌跌碰碰晋级到8强 到了半准决赛面对过去几年欧洲最强球队之一的曼城 马体会想再进一步很难了 回合对战 马体会全场被对手压制 控球帅不足三成 防守反击打不出 全场竟然一脚射门和一次脚球都没有 要不是对手进攻球员把握能力欠缺 马体会不止输一球那么少 由此可见 马体会次回合逐场想翻盘 需要在进攻下更多功夫 虽然曼城近几年心心念念的欧关联冠军还没有得到 但他们算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之前不断地到在16强和8强的情况下 到他们赏界终于取得突破性的成绩 闯入了决赛 蓝月亮 还是未能如愿 最终倒在了车子的脚下遗憾失惯 不过即便如此 曼城的实力依旧强大 他们今借欧关联制在卷土重来 球队希望可以更进一步 从小组赛 曼城就展现出夺冠的决心 与圣日门和莱比锡等球队分在一组 蓝月亮依然以小组头位出现值得称赞 而在16强面对蒲超豪门市波亭 曼城兵不血刃的以两回合5比0的总比分晋级 他们的晋级道路相当平坦 来到8强 曼城终于迎来挑战 迎战竞旅马体会 不过令人意外地是 场面 竟然是一面倒 但比分却只是曼城一球小胜 次回合比赛 利耶特 马列斯 基 基亚利书和菲尔 科顿等球员需要穿好射门靴 另外 曼城核心奇云 迪布尼状态极佳 这名比利时球星连续四场各项赛事破门的分 期间就包括赏轮对阵利物浦的首开记录和首回合对阵马体会的一剑定江山 他十分擅长踢应战 相信在此子的带领下 曼城此行有望双杀对手晋级四强 阵容方面 前锋加比尔 杰西斯江作波剑 中场高尔 彭马英商眷琴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